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 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DSN系统BDN 这一系统最近在湖南省的峰会上 获得了高达127亿人民币约合 178亿美元的资金承诺 显示出中国在全球GPS信征中 日益增强的实力与影响力 北京正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 以推广北斗系统的应用 并在工业和消费领域拓展其市场份额 峰会上北斗系统的多项应用场景被介绍 并且它已在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 展现出其在港口管理和农业等方面的潜力 与此同时中国官员指出 北斗系统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推广 更是对于国际救援和区域通信的承诺 我们看到北斗系统与欧洲的加利略系统 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 及日本的转天底系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未来随着北斗系统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它将可能改变全球卫星导航的格局 为更多国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选择 各国对于这一系统的接受程度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将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重要指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湖南省的第三届北斗应用国际峰会上 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迎来了一个重大突破 获得了总额高达127亿人民币 约合60000000美元的投资承诺 这一消息迅速被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bot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峰会的成功招式住北京在全球寻求合作伙伴 以此来挑战美国主党的全球定位系统GTS的垄断地位 本次峰会见证了多方的合作意向 其中之一是印尼灾害预防机构的扫期预警系统 尽管具体的合同价值未被透露 但此举显示了北斗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 根据湖南日报的报道 在峰会期间 数个重要的合作协议已正式签署 其中783亿元的投资 将用于促进北斗系统在工业和消费域的应用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向利斌在会议上指出 北京期望与其他国家合作 利用北斗系统进行区域短消息通信及国际救援工作 此前北斗系统已经先后与南非和埃及达成合作协议 这一消息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的报道 北斗系统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尤其是它最近获得了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的认可 这为中国的全球扩张计划铺平了道路 目前北斗系统已被应用于中国境内的多达14亿件设备上 向利斌表示 未来北斗系统将与技术先进的汽车 智能农业和航空旅游进行深度融合 这一发展策略旨在进一步提高北斗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北斗系统不仅在中国内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还在国际上展现出它的多功能性和适应性 从巴基斯坦的港口管理 缅甸的河流运输 到老挝的农业及文莱的城市规划 北斗系统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 北斗系统与欧洲的加利略系统 俄罗斯的格罗斯的格罗纳斯系统 日本的转天顶卫星系统展开竞争 力求在利润丰厚的卫星通信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首席顾问欧艾桑指出 价格精确度和可靠性 是各国考量采用北斗系统的重要因素 他补充道 除非受到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 否则以贸易和投资为导向的东南亚国家 通常会更关注技术和经济效益 而非地缘政治问题 自1978年全球首个卫星导航系统GPS问世以来 该系统拥有31颗在运行的卫星 并于1994年开始对全球开放 相比之下 由中国政府运营的北斗系统 自2012年开始在亚太地区承接项目 目前拥有30颗卫星在不同的轨道阶段运行 这背景下哈瓦伊德丹尼尔K.伊诺耶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 亚历山大武文表示 北斗系统可能会吸引那些对中国更加友好的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对此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随着北斗系统持续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未来的国际合作将可能改变全球卫星导航的格局 为更多国家提供一个更具竞争力和可选择性的替代方案 这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成就 也标志住一个多极化全球技术生态系统的初步形成 在这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竞赛中 中国的北斗系统正以其独特的方式 改变出世界的导航方式 并引领出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北斗系统是一个由中国发展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提供定位、导航和寿司服务 PNT 该系统的英文名称是 Baito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 常被世卫中国版的GPS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 Baito系统的开发始于20世纪90年代 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其他国家导航系统的依赖 并提高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Baito系统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Baito一号、Baito二号和Baito三号 Baito一号系统于2000年启动 主要集中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提供服务 其主要功能包括定位和短报纹通信 且当时使用的是两颗静止轨道卫星 Baito二号系统于2012年全面运行 覆盖亚太地区 并增强了定位精度和服务功能 使用了中地球轨道和静止轨道卫星的混合设计 Baito三号系统是目前最先进的一代 于2020年完工提供全球范围的服务 并进一步提升了精度和可靠性 Baito系统的技术架构 包括卫星星座、地面控制系统和用户端设备 卫星星座由中地球轨道、地球静止轨道 和倾斜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组成 这种设计提供了更高的全球覆盖率和定位精度 地面控制系统负责卫星的管理、数据处理和信号传输 而用户端设备则可以是各种接收器 如手机、汽车导航设备和专业导航仪器 Baito系统不仅支持标准的P&T服务 还提供增强的功能 如短报文通信 基于导航的搜索和救援功能 在农业、渔业、交通运输、气象预测和国防等领域 以广泛应用 从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此外 Baito系统也被纳入国际民航等国际组织的标准 显示了其在全球的一体化程度 数据显示 Baito系统的精度在中国境内可达到米级 全球范围内的定位精度 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通常在10米以内 截止到2020年 Baito系统已经部署了30多颗卫星 并计划持续更新和升级 以保持技术领先 Baito系统的成功运行 使中国成为 即美国 俄罗斯和欧盟之后 全球第四个拥有自主 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这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优势 在未来 北斗系统有可能会在更多新兴技术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 如无人驾驶 物联网和智慧城市等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对于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DS 获得17.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我不得不表示赞赏 这一巨额的投资不仅表明了 中国政府对北斗系统的巨大支持 更显示出其在全球卫星导航市场中拥有强大的竞争力 北斗系统的发展无疑挑战了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垄断地位 尤其是在国际合作方面 中国积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这一策略无疑是明智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能够获得多国的认可和使用 对于北斗系统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这也意味着 未来的技术竞争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 而是将深入到国际合作和市场拓展的层面 然而 对于北斗系统在国际市场上的快速扩张 也不能不提出一些批评 首先 虽然北斗系统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 但在技术成熟度和全球覆盖率上仍然有待加强 相比于GPS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应用范围 北斗系统要想完全替代或超越GPS 依然需要克服不少技术和市场方面的挑战 此外 地缘政治的因素不可忽视 一些国家或许会基于政治考量而选择 继续使用西方的导航系统 而非转向北斗 这意味着 北斗系统在拓展国际市场时 必须要更注重技术的精确度和可靠性 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 总结来看 北斗系统的发展无疑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体现 其获得的资金支持和国际合作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 然而 面对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 北斗系统需要持续提升技术水平 并且灵活应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阻力 只有这样 才能在全球卫星导航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为更多国家提供高性价比的选择 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随着未来技术不断进步与国际合作的深化 相信北斗系统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认可与应用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外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郡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